長期以來 新興中的這要是要申請付作用具的補助 要自己先出這筆費用 將東西買回來後 更向官府拿出申請 但是往往等到作業流程進行後 一段短短的時間也過去了 為了提升新興中的這要選擇貧金 和共和付出費用補助給我 中華館政府有計位由海洋創傷 提到民眾來辦理申請補助 不然他已經跟管齊 隆重四十多間 合法付出費用補助 讓市民眾可以更快到達到付出費用 提供新興中的這要更好的活部 以往新興中的這要求需要付出費用 需要自己先去買後 更向中華館政府社會處提出申請 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拿到補助看 但是現在有市民眾只要向廣戶提出申請 經過新興通過後 就能拿到公文在這裡找衣服來買 民眾只要付部分的經驗 衣服會代替向廣戶來申請補助看 不然間跟民眾使用付出費用補助貨銷方式的選項 更可以負責民眾方便租金 向海洋衣服給付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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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費 我們知道我們身上的帳點非常的多 我們輔助也有一百多項 那以前買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上朋友必須自己先付單 然後再來拿單據來合銷 那我們現在換了一個方式 我們只要先來跟我們申請 我們核定的補助額度是多少之後 然後他帶到商店只要他自付他自己的自付額 那剩下的部分就有我們的那個我們的醫療器材行來跟我們合銷 所以省了一道工 而且那個我們的身上朋友的負擔也會減輕 所以我們有做這樣的調整 那現在長照的服具呢 的項目沒有身上朋友那麼多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老人 他又是身上的話 他可以覺得哪一邊有利 他就可以去哪一邊申請 但是福利當然只有擇一 那個老人的部分 三年四萬塊 那我們身上的部分 是兩年可以有四項的來相關的補助 比方說我們的助聽器 身上這邊有 但是我們長照那邊就沒有 所以我們的個案可以選擇 對他比較有利的 哪邊的東西會比較多 他就到哪一邊去申請 中華館政府為了新鮮的課 隔壁中架以及吉他有輸給的人 提供福具組織 麵糕 補助申請 維修以及使用後的隊長檢測 到離手福具沒有的 限定服務 並且在管來下禮拜的服務基點 更加方便民眾使用福具 提升生活品質 以及強化福具匯用補助服務 新鮮華新聞 北邊林鮮華 彩虹報道 禮拜的無知 我們藏給你的